大家好,我是翁翁 这部影片是根据我个人游戏经验 窥纳出6个Q&A 帮助大家快速了解一款手机游戏 仓之骑士团R 先做个简单的介绍 台版的仓之骑士团 于2015年开始营运 直到2019年结束营运 而今年仓之骑士团R卷土重来 于11月6号开启为期一周的封测 并于12月18号进行第二次 同样是一周的封测 预计明年1月6号正式上线 两款同样是手机游戏 相信大家都相当好奇 卡版与原版有何不同 就让玩过两次封测的汪汪一一告诉大家 仓奇R是什么样的游戏啊 仓奇R是一款剧情宏大 有趣的角色扮演游戏 故事背景建立在中世纪的虚构国家 某天 科美利亚公国的公爵鲁基斯 在觐见时杀害了王国和护卫小队 玩家扮演年轻的领主 找木陀伴对抗盘软功夫 他的故事非常非常棒 就像是在看动画一样 就连阿神也非常推兴起的迪迹 事实上他的动画明年1月 就会在木棉花的YouTube频道上下啦 另外 仓奇R是一款卡牌养成游戏 玩家需要抽卡 刷材料 刷装备 不过进行大多数的活动 都需要耗费体力 并且有设计经验上限 所以较没有时间的玩家 不必担心会跟其他玩家差距太大 基本上你只要吃个体力药剂 去外转扫荡扫荡 等级不输人 装备什么的 慢慢玩都会有 既然是卡牌养成 那就一定要提到他的战斗系统 仓奇R战斗系统长什么样子啊 回合制的棋盘战斗方式 浅蓝色格子为我方 浅红色格子为敌方 深红色格子代表角色攻击范围 点选角色 拖动角色到想要移动的位置 拖动时高亮区域代表可移动的范围 点击施放技能即可进行攻击 依据站位不同 攻击范围涵盖到敌人的数量也不同 角色的普通攻击与奥义技能的范围不同 而不同的角色攻击范围也不同 技能产生的效果也不同 因此角色的搭配就相当重要 像这样先用大叔把前面的杂鱼打退一格 就可以用海德的十字攻击把他们通通歼灭 火方可以控制的角色称为骑士 如前面所述 每个骑士都有不同的特点 一定有部分关卡使用特定骑士会特别轻松 那么就会有第三个问题 这些骑士要怎么取得啊 取得的方法有很多种 剧情的推进 抽卡 活动 甚至信箱也能取得骑士 最主要取得方式还是抽卡系统 骑士的稀有度由低至高分为 N、R、S、R、SSR 比较特别的是这款游戏的新手卡池 玩家能一次抽十张卡牌 第一次封测可抽到一到两张SSR 而第二次封测只能抽到一张 如果不满意可以舍弃这次抽卡结果 直到30次抽卡机会都花完 有些人会觉得这游戏的卡池没有保底机制 但其实这两次封测中 SSR一共有13位 我第一次封测有得到6位 第二次封测得到7位 其他稀有度的骑士也全都收集到 甚至还有升到4星、5星 这还只是无课玩家一个礼拜的游玩进度 虽然封测时官方有多送一些抽卡机会 但因为这游戏有很特别的祝福机制 并且每天登录都可以得到一次祝福机制 以我的抽卡方法 只要10天就可以 几乎不发生完时就得到一张SS 详细方法我会另外再做影片跟大家说明 仓岐跟仓岐R版有什么不同的 角色的定位更加多元 新版的角色培育系统更加丰富 战斗过程更加烧脑 有3D剧情动画 游戏模式更丰富 仓岐以40人对战的骑士团战闻名 怎么没介绍仓岐R的骑士团战呢 骑士团战或称统一战 是昌之骑士团很著名的一项活动 每天中午及晚上各有一场 配期半小时的骑士团与骑士团之间的战斗 并定期举办整个奥尔坦西亚王国的统一战 也就是全伺服器的骑士团一绝高下的活动 因为我这里没有录下过去团战的画面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康妮跟Capsule的影片 我会把影片连结放在桌名栏 仓岐R的团战系统还在开发中 在封测并没有开放玩家测试 不过仓岐R的骑士团最多可以有50名成员 相信他的骑士团战会更为激烈 这边打个小广告 在仓岐R正式上线时 我也会创一个骑士团 叫做蜂鸟骑士团 给兴趣的朋友可以加入跟我一起玩 操作界面蛮多东西的 是什么功能呢 这是仓岐R的主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蛮多的功能 碍于篇幅的关系 详细的介绍我会放在下一部影片 以上是我参与两次仓岐骑士团R的封册 给大家的简单介绍 在正式上线后可能会有一些修改 到时候会再另外跟大家讲 第一次做影片有不足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包涵 有什么建议欢迎留言告诉我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点个喜欢 想看到更多关于仓之骑士团R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 我是汪汪 我们下部影片见